暑假是出國旅遊的旺季 那麼有些人近一點的去什麼日本啊 泰國啊遠一點的去歐美國家 那麼就算你去歐洲也大部分是什麼 三國十天十二天這樣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說我要環遊世界 我的價比較多我比較沒有事情 我有存夠的錢旅行業者統計 參加環球環遊世界團 超過七成都是女性喔 年紀從三十一歲到六七十歲都有 主持旅遊節目 藝人Janet才三十幾歲就到過四十幾個國家 幾乎玩遍全世界 讓在場其他女明星超羨慕 我們怎麼擺就是擺的就絲龍的 超頂級的耶你知道 真的是這樣拉的 曲家人也搬出西班牙巴塞容納超豪華行程 為了旅行雜錢不手軟 女明星上節目大談環遊世界經歷 根據旅行社業者統計 參加環遊世界團的旅客 有超過七成都是女性 而且年紀最小的才三十一歲 最大到六十歲都有 其中又以直銷業者居多 而這些客群當中甚至有人 每年都來報到 女性的市場可能會居多數 那因為而且決定權來講的話 可能還是女性居多 所以我們是對女性來做這樣的產品的推廣 看穿女性喜愛享受旅遊 暑假到了現在更有業者順勢推出 超頂級環遊世界行程 高潛遊艇私人島嶼五星級飯店 四十三天玩遍五大洲十二個國家 標榜吃喝玩樂 通通最奢華 當然價格也是頂級三百九十九萬 幾乎可以買一個小套房 平均一天花掉九點三萬元 如果再加上其他消費 一天十萬元跑不了 只能說這樣的奢華套裝行程 真的不是人人都玩得起 專選五地位王嘉玲台北報道